平川说论敬天天 聊谋说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希望大家喜欢 好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AZ亚马逊 出身在地图 右上角是蓝色的人组 ID FQQ 大Q神 本场对抗 采用的版本是1.27 所以插件并不支持啊 1.27版本 手足比较喜欢剑胜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啊 出身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手足 那开局的话 这个建筑学还是有点奔放啊 造的比较的开啊 没有紧凑的搞在一起 这样的话 市场空间也比较大啊 好 我们看一下手足 果然的话还是选择剑胜的手法 1.27版本啊 装备也很给力 剑胜装备起来 那叫一个厉害 好 那我们看一下FQQ的开局 先造兵营 后造集团 那概率是火魔打了啊 当然也有可能是剑法师 最近FQQ剑法师出的也是比较的慢 好 那本场对抗 我们看一下FQQ选择是中立开呢 还是选择自己的剑法师 开局的话是先造兵营 找复腾曼的数量可以多起来啊 好 第一个复腾曼先去侦察一下啊 看看对手到底是哪一个情况 手足的话 建筑学依然是这么的奔放 当然奔放当中也是很细的啊 这个地洞随时保护自己的这边不会被火魔塔 如果这个地洞也造里面 那这个基地 那这个兵营就很危险了 好 剑胜走出祭台 上来的话先练小点 那剑胜嘛 还是先搞好装备才行 福特曼侦察完毕 FQQ好 没有去选择本座英雄啊 开局四名兵火魔塔他来了 这一波FQQ的火魔塔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建议上开局打了一个隐身斗篷 1.27版本的隐身斗篷还是差点意思啊 不像现在1.36 1.36版本的隐身部分白天也能隐身 1.27版本啊 只是晚上隐身 好 那你这个商店有可能造不好了 可以 FQQ抓紧一个机会啊 只要对手商店不好 那你健身后面这个状态就很难恢复了 好 那FQQ塔造哪里呢 那只能往这边来造了啊 这边的话不太好造 离得基地太远 也会被这个地洞给覆盖到 好 FQQ选择造在这个位置啊 可以把对方的祭坛给A掉 那健身呢 继续去消耗一下你一个农民的状态 来来来 现在是健身的血线 增唤对方塔的一个时间啊 好 一个农民倒一下 两个农民还是倒下 四个农民现在去了两个啊 好 火魔现在状态还可以 收阻的话必须等自己的商店啊 好 战中模仿也安排好了 收阻 反应 反应还是比较冷静的啊 该造的建筑都在造 来来来 先把大计给赶跑 那最关键这个地洞能不能拆掉啊 这个地洞要是能拆掉 塔的规模就能起来 哎 健身再偷袭一下火魔 好 火魔反应过来 赶紧把健身给打残 现在健身的状态 说实话有点差啊 商店 好 即将好了 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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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健身6滴血 差点就走远了 那接下来健身暂时状态不太好 FQQ看能不能把这个地洞给拆了 这个地洞很关键啊 好 小苦工钻出来继续修 那FQQ塔的话已经好了一根圣塔 这个地洞能不能拆掉呢 这个兽族的地洞很讲究的啊 小苦工什么时候钻进气 什么时候钻出来 哎 这个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啊 好 健身 这里也是不管了啊 赶紧出来打架 来 这几根塔FQQ 本来可以好四根 结果只好了两根 好 健身终于被带走了 但是经验值并没有吃到啊 健身直接被塔给射死 那FQQ看能不能把这个地洞给拆掉 这个地洞一拆 我的塔就可以把基地给包围 这个地洞非常的关键 好 那现在健身不在 这个地洞啊 这也是覆盖到了很多的范围 看能不能把这个机坛给拆了 让健身复活不了 健身一复活 火魔就会被带走 所以现在火魔要争取时间 把这个机坛给拆了 家里前线也是造一个商店啊 把商店造好 好 受阻又开始修自己的机坛了 你还别说啊 这个受阻在修建筑方面 还是非常有东西的 这个地洞 FQQ拆了一万年 认识没有拆掉 这个机坛好像 反正一时半会也拆不了啊 最起码健身能出来 那健身出来 火魔的话就危险了啊 火魔看看能不能找个机会 找个地方安安心休息一下 健身疾风部一开 嘿 它居然先把富特曼给清理掉 好 健身的话 还是非常有梦想的啊 并没有第一时间只怼英雄 该杀英雄就杀啊 不杀也可以 好 我健身 要不要提个加速 追着火魔 火魔最喜欢你追着我走了 是吧 你只要追我 我家里的火魔面的塔 就慢慢造起来 好 终于把这个机坛给拆了啊 机坛一拆 接下来就覆盖一下这个基地了 受阻的话 奥本剩了一半 火魔呢 继续被健身给追 健身买了鞋子 跑得快啊 来来来 继续去追 火魔现在没有鞋子 TP能浇吗 好像也不能浇啊 浇了也白浇 来 火魔能不能送野 好 它浇TP了 浇TP了 它浇了之后 来 看这个地洞能不能拆掉 好 受阻还是反应过来了啊 虽然说 这边建设人一直在追火魔 但是家里的建筑 依然还是照顾的比较的细 那火魔的话 回家之后怎么办呢 家里没有商店啊 商店在前线 健身状态不好 来来来 我一个健身 把你这边的富特曼 全部赶跑 看看这个寿子的经济 怎么感觉好讲究啊 它的钱老是能够运筹帷幄 基本上什么建筑都能修得回来 经济的话 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好 FKQ火魔单纯到前线 来来来 吃个药膏啊 补一下状态 那健身呢 健身身上的蓝有点少 那只能再休息一会补一补 好 受阻现在终于有钱 可以出车子了啊 这车子一出 FKQ的塔想推进就有点难了 现在FKQ还是一本 意味着它根本出不了小炮啊 想赢必须得二本了 那现在受阻二本升好 只要车子出了两个 这边的塔就有点休不住 那现在对于FKQ来说 形势并不是特别好啊 时间是站在受阻这边 要赶紧拆 趁自己的塔还多 尽量多拆点建筑啊 好 健身依然还是一级 火魔呢 也是一级 受阻的话 又开始拉这边的小果公来修了 刚才是这个地洞 现在是这个地洞 两个地洞 那叫一个关键 好 车子出来之后 现在FKQ得找机会把这个车子给处理掉 这不处理车子 自己的塔就有点站不住 呜呜 受阻现在让它那么多小果公 经济撑得住吗 200多块钱 100多木头 哎 经济还是巧妙的维持了一个平衡啊 好 小火人干掉 小果公的话 修的差不多之后 然后 基地要修 地洞要修 这个车子要修 呜呜 这个木头可能会撑不住啊 好 这边FKQ FUTMAN的话 补一下状态 好状态的 顶对 顶对 完全冲啊 现在受阻有一个车子 资源够吗 受阻现在想出第二个车子啊 无论钱还是木头 都是很缺 所以暂时出不了 等啊 等经济好 但现在这个经济一时半会 确实好不了 因为要修的建筑太多了啊 一方面修建筑就没有踩了 还要消耗 所以这个资源的缺口会越来越大 现在受阻必须巧妙的保持这个平衡啊 来来来 建筑的话终于升到了两级 这边火魔呢 也不再敢往前冲啊 状态一般般 一个车子拆起来 总是差点一次 建筑要小心 呜 受阻的话 把个血瓶 你后面车子就得晚半分钟出来啊 好 建筑继续把这边的步兵给干掉 定顿的小钢铁侠 拆建筑还是比较给力的啊 好 现在双方都奈何不了对手 那FKU现在终于找些机会 要赶紧把这个兵银给拆了啊 对方一个车子还可以应付一下 万一对手有两到三个车子 FKU的塔就有点撑不住了 FKU还是没有去升本 对手一个车子还能再撑一会啊 对手出第二个车子了 那兵银一点亮 懂了啊 第二个车子可能就要出来了 现在FKU手动控制塔 要赶紧把这个兵银给拆了 兵银不拆 后面两个车子之后 自己的塔就有点撑不住 好 这一级的话 双方还是没有分出胜负出来啊 打得确实有点胶准 来 剑圣再砍一两个富特曼 就能升到三级 三级之后的话 杀英雄的能力就很强了 好 收阻这一波的话 兵银没有修得住 那兵银没修住 这个地洞应该也是快保不住了啊 没有兵银的一个保护 来来来 看看FKU还是没有去升本 资源方面的话 FKU的木头倒是非常的多 可以考虑升本了啊 现在FKU的资源还是比较给力 收阻这一边 我们看一下 好 也是缓过来了啊 放弃了一个兵银 重新再造一个 放在这的话 一直修太费钱了啊 造远一点 这样省钱一点 那现在这边资源方面 FKU一直在攒着边的富特曼啊 好 民兵也敲了过来 终于是升二美了 FKU还是得找机会和对手拼火炮啊 你出车子 我出小炮 两个人对轰 现在自己的塔 单方面被轰啊 只是对手现在只有一个车子 等有两个车子之后 这边的塔就可能修不住了 现在得把这些关键的建筑给拆一拆 简胜 恢复的差不多了 哦呦 简胜刚才起练了一组小野怪啊 状态恢复的不错 好FKU民兵敲了出来 这一波全家老小敲出来 好 来来来 看看是把这个地洞给A掉呢 还是把这个车子给A掉 好 受阻的话 防目机器人也拉出来战斗啊 两个人全家老小都拉出来了 破釜沉舟 好 农民民兵一切伤 终于把这个地洞给拆掉 这个地洞一拆 意味着FU 哎 进展能力 扩张能力 就更上一层楼了啊 哦呦 这个建设 小心 这边的塔还是比较的多 好 防目机器人 防目机器人 能不能把它A掉 哎呦 差一溜溜啊 好 那现在FU得找机会出小炮了啊 先把铁匠铺安排一下 这边二本的话 剩了一半 可以 等铁匠铺造好 差不多二本就好了 二本日好 出个车间 来来来 受阻 终于要出第二个车子了 那这一集 讲究的是双方的操作 还有经济的运营啊 来 这边FU买了两本群补啊 先吃一本群补再说 再补一本群补 健身 状态也补的差不多了啊 这个车子也是输出了一万年 来来来 第二个车子造好一半了啊 第二个车子一出来 估计局势会发生一些巧妙的变化了啊 好 三级健身 打富特曼 感觉更加的得心应手了啊 不会像刚才一样 费半天劲 有点打不动 来 车子的话 也在时不时的A一下对方的一个步兵 那现在FQQ 好 铁匠铺好了 哦 这个兽组越打越自信啊 已经开始升三本了 三本一升 意味着他就可以升城防了啊 1.27版本 要三本才能升城防 不像现在1.36版本 二本就可以升 健身一到来 一个小伙人干掉 两个车子了 两个车子之后 这边无论是打你的塔 还是打你的富特曼 都比较的给力 健身 来来来 有没有残血的单位 可以输出一下 哇 一个富特曼 真的是被砸得粉身碎骨 现在第三个车子 马上也出来了 这FQQ感觉形式有点难受啊 好 车间好了 要开车转小炮 小炮出来之后 可以和对手对哄啊 来 两个车子 把富特曼给A掉 小钢铁匣 也有点撑不住了 健身 即将升到四级 哇 一个粉身碎骨 健身升到四 怎么办 FQQ现在有点 嗯 不要说推进啊 这边的建筑 感觉会被拆啊 一个一个被拆 好 第三个车子 它也要出来了 第三个车子一出来 接下来 FQQ可能会有点撑不住 FQQ怎么办 FQQ现在是出了第一个小炮 两个人也要开始对轰了 雷 现在 富特曼的数量非常的少 也就是说 FQQ很难威胁到三个车子啊 只能靠自己的小炮了 看看自己出三个小炮之后 能不能轰得过对手 现在FQQ唯一的优势就是自己塔 可以点到对手的基地 让对手的经济啊 没有那么舒服 得花钱各种维修啊 雷雷雷 这根塔要修住 一时半火的话 没修住自己这边的塔就撑不住了 好 FQQ现在所有火力 在拆对方的基地 给对手的经济 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啊 建设四级 打一级的火魔 这边的农民 被这三个车子 A的 有点缓不过气来啊 怎么办 FQQ感觉这个形势 有点不太对劲 资源方面 受足的话 一百多三百多 受足的经济还是比较比较的紧凑 FQQ的话 我们看一下 后面怎么玩 一级火魔有点冲不进去 好 收足三本升好了 三本升好之后呢 后面这个剑身 要不要买个电球 现在资源应该不太够 好 FQQ的话 现在钱直接花了出去啊 现在塔 FQQ塔有点撑不住 好 剑身直接来 把一个小炮给干掉 哇 四级剑身 这个输出确实给力 哎 剑身别上头 塔 还是 还是 怕吧呀 打不过 好 FQQ发了一个大法师 哎 大法师几个暴风雪 效果可能会很不错啊 呜呦 这里A下去 小炮有点站不住了 那剑身四级 再打下去 肯定要升到五级了 受足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经济啊 一百多 两百多 我这个经济 受足的经济 还是比较比较的 没有多余的钱 出其他的东西 那现在大法师一过来 有没有洗暴风雪 好 哦 这个暴风雪 要了亲命了 这个暴风雪一砸 受足的经济 踩不了了 后面这个钱 估计起不来 现在这三个车子 升好燃油之后 输出也非常的爆炸 哎 剑身把大法师给干掉 哦呦 剑身小心 剑身小心 哦呦 他再加上小炮 哎 我大法师暴风雪一出来 形式完全就不一样了啊 这个受足 好像有点村鼓住了 哇 暴风雪 远程输出就是不一样啊 来 车子 有点撑不住了 那现在小炮对后 受足现在只有两个车子了 好 剑身 反杀火魔 大法师坐到里面 他掩护一下 有飞机在 剑身急风波 没啥用 哇 大法师一出来 这个局势完全就不一样了啊 受足现在经济有点撑不住了 39 40多 哎呦 受足的经济不行 FKU又敲了一波民兵过来 小炮狂轰乱炸 好受足 打出了机器 哇 本以为 就要见到曙光了 这没想到大法师一出来 局势完全就不一样 我们恭喜 FKU 这一局 双方打得势均力敌啊 好 喜欢奔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阅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